嗨 大家好 我现在和老王开着车 沿着这个国道一路向北走 现在我们在这个阴山腹地 这个阴山这一段现在不是很高 但是一直连绵起伏这四周都是 矮地矮的这种山丘 光秃秃的地上还有雪 这边还行不是很冷啊 今天太阳虽然不是很强 但也还行 风景还可以 雪都一季 路上车不多也不少 我们穿过这个阴山之后呢 就进入蒙古草原了 顾阳县 我们到了顾阳县去山上 找找这个长城的痕迹 走吧 接着走吧 看我们走到半途中这个山两边的雪越来越多了 然后现在天上还在飘着小雪花 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了 但是不是很强 然后雪花一直在下着 一直在飘着 还挺漂亮的 然后今天浪漫过 这个喜鹊过 喜鹊 嗯 地上全是喜鹊的爪子的印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长城的脚下 现在往山坡上徒步走上来 然后车就不开上来了 就停在山底下 我们往上走走看看 天序城 这个地方叫 叫什么城 天圣城 对 天圣城 秦长城 然后还得走个一公里左右吧 现在还看不到啊 走到跟前看看是啥的 啥样子 看我们现在沿着这个小脊梁在走 前面那个很整齐的那一段就是长城了 这个以前肯定这块也是有长城的 但是现在都没了 就剩个土梁子了 所以我和老王猜 这块长城的石头 可能就被当地村没拿去盖房子 以前盖房子用了 在这个地方走 虽然不是什么著名旅游景区 飘着小雪花 走在这种山岗上 触摸着两千多年前的痕迹 感觉非常好 长城我们来了 这是最静谱的 对 天天是一个地方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两千两百年前的秦长城 看我身后的这个 这就是秦长城 两千两百年前 秦朝大将蒙田 北极区奴和东湖之后 奉秦始皇之命 在阴山北侧这边 修的长城 抵御 凶员 抵御匈奴人 然后呢 秦朝自此开启了 向核桃地区移民屯田输兵的政策 长城历经了两千两百多年 现在看依然非常齐整 没事我不了 我们现在看到这段顾阳县 这段秦长城 全长有八十多公里 如果按照当时总长度来说的话 应该是东起辽东地区 然后西到甘肃林桃 也就是长万玉里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万里长城的由来 这一段就是顾阳段 看 沿着这个山的走势 一直蜿蜒往上走 像一条巨龙一样 我们俩现在也就是沿着这个长城 走到制高点 站在制高点看看俯瞰一下 看看长城的这个雄魂的气势 因为当年秦朝修筑长城的时候 争掉了全国很多的劳役 劳民伤财的一项工程 所以秦朝二世而亡 然后呢 其中有一个非常 有名的传说就是孟江女库长城 我昨天和老王网上还查了一下 网上说 这个孟江女呢 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厄尔多斯地区的人 不是不是孟江女 还是孟江女是吧 然后呢 他不是不是厄尔多斯 那个是花木兰 对说错了 不是那个厄尔多斯地区啊 是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太清楚了 反正就是河南地是吧 说是河南地 河南地应该我觉得指的不是今天的河南省那一带 应该是黄河以南的一个地区 然后说这个孟江女的丈夫新婚不久就被征调到塞北 就是在这一片殷山一带修筑秦长城 然后在这累死的尸骨都埋在长城附近 孟江女就是来到这一带 当然我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啊 反正就是阴山这一带 来哭长城 据说感动了惊天地气鬼神 然后长城都哭倒了 就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一说长城 脑子里想的可能都是北京那种明长城 八达岭那种长城 其实那只是一个王朝的一个代表 大部分中国境内的长城都是这样的 毫不起眼的像一个大土大墙似的 还有就是我们夏天带大家看河西走廊那种土墙 这才是长城拥有最多面貌的一个样子 而并不是都是那种修得非常漂亮的那种 北京的那种长城 我现在和老王爬到山顶上 前面是下坡 看这个长城 沿着这个山 哇像不像一条巨龙 蜿蜒在中国北方 一直到那边 哇塞 修建这个 大家想一下2200年前 怎么浩大的工程 没有吊装机 没有推土机 全靠人一点点搬上来 气上来的呀 没有钢筋混凝土 保存了2200多年 佩服吗 老王老王这个长城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什么感觉 还有雪花飘着 对啊 我刚才和老王说这个雪花飘的硬撑着这种 在北的感觉 特别有那种边关的那种凄美的那种凄凉的感觉 如果再没有太阳的话 再更凄凉 对 现在阳光不是很强啊 飘着这种凄凉 就是小雪 哇塞 真壮观啊 这个长城 边塞诗词都这么做出来的 对 很多边塞诗词都是看到这样的景象 思念中原的家乡啊 这一片凄凉 一片蕭瑟 这就是边关岁月 刚才我和老王说这个地方 这个修正长城2200年前 你想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机械 然后一点点全靠人工堆砌上来 三米多高 最高的地方现在现存的三米多高 然后不知道当初修完有多高 一层一层往上堆砌的 而且非常整齐 就像好像昨天刚修上去的一样 所以你说当时2200年前的人多不容易 所以那些被征调来的这些苦力啊 劳役大部分都累死在这儿了 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啊 所以这个刘邦半路来修长城 半路也就反了 他知道来了肯定回不去 哎呀 飘着雪花 看着2200年前的边关长城 感受一下这种凄凉的边关岁月 大家看长城内和外 外那边和内这边一道石墙给挡上了 北方的匈奴骑兵骑着马 即使他的冲锋再快 他也无法穿透这个墙 但是你说这个长城修起来有没有用 其实历史证明根本就没什么用 照样被北方游牧民族袭扰哈 所以这个这么浩大的工程 实在是只能是留给我们后人一个平调了 一个怀骨的一个情节了 对于历代王朝是一点用都没有啊 老王看到长城迎诗一首吧 那咋迎不着谁 就刚才严那个毛主席的诗 快切人春雪 北国风光万里雪飘 往长城内外 奋外妖娆是吧 微雨茫茫 对对对 还有啥来的我都忘了 好长一段 你看那边的游牧民族在北围嘛 然后他们当时的大决往南下突破了长城防线之后 一路翻过阴山进入河套平原 再往下沿着这个黄河翻越这个黄土高原 进入六盘山地区 直指中原的长安 还有这个河南开封洛阳一带 所以这个就是古代的边疆 大家看这个城墙石头中间的拼缝哈 里边你能看到以前是有这种填土的 像现在的水泥啊填充物 但是因为时间久了都风化了 石头表面风化也很厉害 然后里边基本都漏空了 所以即使它空了 但是这个石头嘛毕竟很重 它这个经历了这么千年的风雨啊风霜 还是能屹立不倒 万里长城永不倒 哦还有烟河我先 还是放进去吧 这估计是当地放洋人塞进去的吧 走吧 你把那个烟河一拿出来上面写的 MADE IN CHIN 走了 再见了 长城 现在我们准备离开长城了 接着向北走 进入蒙古草原腹地 我估计那边也会被白雪矮的 那边也会白雪矮的 然后去那边有一个敖伦苏木古城 我们带着大家去看一下 欧伦苏木古城蒙古人的城池 我估订阳 我估计是明月 汉似管 万里长征人未患 当思梦成飞降罪 不叫辅马独营杀 不叫辅马独营杀